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筋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豪宅,腰缠万贯通常是富有的成功人士的标配,是我们对上流社会有钱人的认知。 然而,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会使这个概念黯然失色。 这群人的资产包括庞大的公司,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加勒比海岛屿,甚至是太空火箭。 在过去20年里,这1%的人,即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其平均净资产已经暴涨,而且目前来看,他们的资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并且高于一般公民的净资产。 大家可参考一些具体的数据,最富有的1%人口的最低净资产为1110万美元,要进入前1%,一个人需要年均收入758,434美元。 而根据2020年的亿万富翁普查,2019年世界上有2825名亿万富翁,比2018年增长8.5%,北美有834名亿万富翁,欧洲有847名。 不过北美的亿万富翁财富更高,约3.5万亿美元,欧洲为2.5万亿美元。 中国、德国和美国在拥有最多亿万富翁的国家中排名第一。 中国有342人上榜,财富总额为1.2万亿美元,而德国有153人上榜,财富总额为477亿美元。 美国有788名亿万富翁,总身价为3.4万亿美元,位居首位。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这些令人震惊的数字,你有没有想过富翁是如何赚钱的? 下面我们就展开说说,也看看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哪些宝贵经验。 本期节目依旧干货满满,内容丰富,大家在观看的同时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两种百万富翁 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和富贵出身的百万富翁是两类人群。 当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都是白手起家的,拥有3000万美元或以上的净资产。 无论百万富翁选择何种赚钱方式,他们都有特定的共同特征, 比如优先考虑储蓄,并使投资多样化。 根据研究,如今大多数的百万富翁都不是天生的。 根据2019年发布的WealthX研究,超过68%的净资产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人是靠自己赚钱的。 此外,根据富达投资公司进行的第二项研究,88%的百万富翁是白手起家的。 这意味着他们的财富不是继承来的。 根据富达的调查,投资和资本增值,薪酬、员工股票期权和利润分享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的主要资产来源。 那些继承了财富的人更倾向于将他们的财富归功于创业、房地产投资升值和遗产本身。 对于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来说,赚钱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他们中的许多人努力工作以获得财务上的成功, 然后用远见和技能来明智地利用他们新发现的财富。 这里想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认为这些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有什么特点? 你可以从自己的投资策略中吸取什么教训?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写出你的观点。 亿万富翁的特征? 现在让我们看看亿万富翁的特征。 尽管亿万富翁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赚钱, 但复杂的研究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他们雄心勃勃地制定目标并坚持到底。 无论是创业还是追求其他职业或个人目标, 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都会将他们的想法和愿望付诸行动。 就像伊隆马斯克,尽管周围的人对他有很多劝阻, 但他极其坚定的决心使他能够为SpaceX项目创造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第二,寻找导师推动。 许多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会公开承认他们并不是样样精通, 所以他们会去寻找熟悉各种储蓄和投资的来龙去脉的人, 从该领域的顶级专家那里获得观点和洞察力。 对他们来说,这通常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第三,自我成长。 对于亿万富翁来说,自我提升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亿万富翁会注重对其想法和商业方法的批评和建议, 以更好的发现盲点来确保其公司的成功。 第四,不惧怕失败且理智清醒。 亿万富翁会从失败中吸取宝贵经验, 当然他们也并不希望失败, 所以他们的风险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每个方案都经过广泛的测试。 总而言之,一旦他们承诺做任何事情, 就会全力以赴。 他们意识到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和时间的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如何使用时间一丝不苟。 说到这里, 请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你很有钱, 比方说你是一个净资产约为三千万美元的富翁, 你会怎么花这笔钱? 我敢打赌。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大量负债, 比如一栋巨大的新房子, 一辆耗油量大的SUV, 设计师款服饰等等, 你懂的。 然而, 根据这项研究, 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 更有可能将股票资产添加到他们的金融投资组合中。 而那些出身富裕的人则拥有更多的房地产投资。 许多百万富翁认为多元化投资是关键, 百万富翁会在多个领域进行投资, 例如他们的主要居所、 共同基金、 股票和退休账户。 百万富翁会将他们的钱投在可持续增长的项目上, 同时也会避免将大量资金投入会贬值的产品中。 例如, 他们不会花太多的钱在代步汽车上, 因为这种汽车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 大多数富翁都明白先存钱再花钱的重要性, 所以无论他们的年收入如何, 大多数亿万富翁都会将钱花在股票、 债券和其他随着时间推移会增长的安全资产上。 根据富达公司的调查研究结果, 当涉及到他们的未来财务计划时, 百分之三十的受访富翁关心的是怎么更好地保存现有资产, 而百分之二十的人关心的是扩大他们的财富版图。 成为富翁的几大方式 如今的亿万富翁是多面的, 如果你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就要深入地了解他们, 也就是不仅要审视他们当前的观点, 还要研究他们的致富之路和未来的财务雄心。 下面是一些他们会采取的策略, 第一,专注于增加财富, 而不只是看起来很富有。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许多希望显得富有的人会购买大房子、 华丽的汽车或昂贵的珠宝等等, 他们还可能奢账购买所有想要的东西, 但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虽然富人偶尔会购买奢侈的且让人羡慕的物品, 但他们明白, 创造长期财富比给邻居留下好印象更为重要, 因此他们反而会将钱投入到 可以帮助他们增加净资产的投资中去。 第二,利用债务的优势, 富人并不害怕举债, 然而与大约99%的人不同, 富人利用债务来增加他们的财富, 而不是用信用卡来购买他们负担不起的东西。 例如,他们可能会借钱购买投资房产, 以提供稳定的租金收入, 同时随着房产价值的上升, 也增加了他们的净资产。 第三,利用税收优惠, 每个人都知道富人会利用税收优惠, 而且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名声很差, 但在合理合法范围内尽可能多地节省税收, 这并没有错, 但是不仅仅是富人可以利用税法的好处, 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要明智地对待 他们投入资金的投资账户所带来的税收优惠, 并且他们应该通过每年投资于税收优惠账户 来最大限度地节省税收。 第四,敢于创业, 创业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创造大量财富的方法, 当然,像杰夫·贝索斯、伊隆·马斯克和理查德·布兰森 这些知名企业家所到达的层次是非常之高的, 如果你只是想要你的公司创造七位数的收入, 不一定要向他们看齐, 你可以创办许多不同类型的企业, 而且进入的门槛通常很小, 另一方面,网络事业非常受欢迎, 这意味着竞争很激烈,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第五,拥有多种收入来源, 你开发的收入来源越多, 就越有可能赚到七位数, 当然,一个收入来源可能值100万美元, 但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可能是危险的, 除了用时间换取收入外, 你还需要使你的收入来源多样化, 以便节省更多时间, 这样更容易实现财务独立。 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赚取被动收入, 例如,你可以通过开发网络项目来实现, 联盟营销、出租房屋都可能会帮助你 更快实现七位数的目标。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著名的顶级亿万富翁, 如比尔盖茨、 伊隆马斯克和杰夫·贝索斯等人, 拥有超过三家企业, 并在著名商业品牌和社交媒体平台中 拥有大量股份。 这些多种收入来源, 使他们的企业有可能每月或每年赚取六至七, 甚至八位数。 第六, 算好这笔账。 身价超过三亿美元的作家, 同时也是企业家的格兰特·卡登尼说过, 要想实现任何目标, 首先你必须相信它是一个现实且可行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它当成一道数学题。 你有多少种方法可以获得一百万美元? 如果你能说服五千个人购买你两百美元的产品, 你就会赚到一百万美元。 或者如果五千个人每月向你支付十七美元, 为期一年, 你就会有一百万美元。 当然, 这么说可能太简单了, 但概念是一样的, 通过简化做数学题来明确目标, 然后再制定策略。 第七, 成为influencer。 就是指具有良好生育的人, 由于他们的高知名度, 有能力影响他人, 包括他们的购买模式。 如今, 由于TikTok、Instagram、YouTube等平台的成功, 许多网络红人已经赚取了数百万美元, 赞助、广告或是销售他们自己的商品, 都是他们赚钱的方式。 当然, 不是每个拥有TikTok或YouTube频道的人都能赚大钱。 然而, 对于那些成功的人来说, 前途无量, 发展空间很大。 据福布斯报道, 9岁的瑞安·卡吉是2020年收入最高的YouTube名人, 收入达2950万美元。 卡吉已经连续三年位居榜首, 大约占他年纪的三分之一, 每年的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 根据Influencer Marketing Hub的数据, 20位收入最高的Instagrammer, 每篇帖子的收入从18万美元到70万美元不等。 最成功的网络红人, 每年的收入远远超过100万美元。 你可以从这些数字中看出, 要达到七位数的水平, 虽然需要很多运气加持, 但这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比如, 收入第二高的YouTube名人吉米·唐纳森, 又名Mr. Beast野兽先生, 直到2017年才推出他的频道, 不言而喻, 赚取七位数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当然, 无数人都渴望获得这种程度的成功, 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如果你设定大目标, 态度积极, 并有耐心和毅力坚持下去, 也许你就是那极少数人中的一员。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 这里是堆积机遇, 咱们下期再见吧。 感谢大家